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4月24號的採源廣進 整個臺北股市啊 今天又有點 似乎是出現開高走低的一個現象 那到底臺北股市有沒有機會 最近的盤幾乎都是這樣子 那市場上多空的言論 整個空方的言論都一直在出來 那到底會不會追高 這東西我待會一來做解說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 整個採盤台北股市是開高 開高之後又出現了什麼 開高震盪有那種開高走低的現象 可是以近期臺股來看 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好幾次 這裡一次 兩次 三次 今天又這樣 昨天是開低走高嘛 對不對 但是台北股市不管你今天是 開高走低 開低走高 到目前整個指數就是橫在這個位置去 所以指數幾乎都不動 好 那最近的盤是 我們在分析的過程裡面 當然指數沒有什麼動啊 可是我跟各位講過 來 我們仔細看 禮拜一的時候呢 我在LINE裡面我跟大家講 現在這個盤我怎麼看 我認為台股正在醞釀什麼 更大波的軋空行情 禮拜一開始跟你講這個嘛 對不對 可是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老實說更大波的軋空行情 可是沒有上去啊 對啊 台北股市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上去嘛 對不對 都一直耗在這裡嘛 那這兩天耗在這裡的時候 我跟你分析說 這個軋空的行情它沒有開始 它現在在幹嘛 在仰空跟右空 那什麼叫做仰空跟右空 好 今天我們測標寫得很清楚 也就是說 當你要去達到一個軋空的目的 這地方不是說你隨隨便便 指數一拉就走軋空啦 那要經過整個籌碼面的一個沉澱之後 整個軋空的氣勢才會出來 那到底台北股市有沒有這個軋空的氣勢 會再往上攻 是不是像我跟你說的 這個盤它現在正在醞釀一個 更大波的軋空行情 所謂的醞釀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它現在還在養跟套的階段 也就是說空單到底如何養套殺 你要嘎空 你要先養空單嗎 養了空單之後它會開始讓你去套 所以空單如何養套殺 好 那各位 這個內容 這個重點 我今天都把它放在 我們這個LINE的首頁裡面 也就是說最近的盤焦灼 然後你說多空不明 甚至已經開始很害怕 哇 這盤會不會跌下來啊 這盤到底會不會這邊已經是高檔了 加上一堆老師已經開始忽多忽空 空方的言論都出來了嘛 但是我還是覺得 目前我所看到的 不管從國際股市的架構 從籌碼面的變化 我覺得台北股市正在醞釀另外一波 更大的軋空行情 但是真的能夠走出軋空嗎 所以空單如何養套殺 相關的重點內容 我不要在這節目裡面 花太多的時間 那這地方呢 你要仔細去了解到整個磐斯的發展 歡迎你到時候在這個LINE的首頁裡面 去看這篇文章 空單如何養套殺好不好 看完之後你會覺得 這裡不長應該是正常的 真的 你看完之後你會覺得 不長是正常的啊 如果這盤一直長上去的話 空單不會增加啊 一直長空單怎麼會增加 但是當整個盤沒有長 讓你看到指數好像見高點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空單才會增加 所以近期你會發現到 整個市場的空單從4月11號 40萬張 到昨天又創新高了嘛 來到69萬多張嘛 這空單已經增加了多少 快30萬張耶 你看從40萬張增加到快30萬張 增加了多少 七成以上 可是你會發現啊 空單幾乎從這裡開始慢慢增加嘛 對不對 你這樣子空空空到現在為止 你已經被養空跟養套的階段了嘛 有沒有 你進場去買 你進場去空 越空越多越空越多 現在又被套住了 所以後面準備要去殺 所以到底這個盤有沒有機會 空單如何養套殺 重點我就放在這個內容裡面 這個line的首頁裡面 到時候你去看 好 可是重點是 到底有沒有機會啊 到底我現在該怎麼去操作 同學們不用急 我跟他說過 操作上面的過程裡面 不是叫你死報活報 而是說你要掌握得到 這樣的盤 那現在給你的東西是什麼 也就是說你怎麼去抓輪動 去掌握這個輪動 你才賺得到錢啊 好 那怎麼做呢 好 我先說一個 昨天我們在期貨的部位 我在line裡面也跟他講 昨天台股開低嘛 開低之後呢 我在低檔去做多 昨天低檔做完多之後呢 109.43附近上下3點 你已經買得到了 一定買到 因為9.18分這地方叫你去買 買完之後呢 他又開始供上去了 昨天到收盤的時候呢 我們就賺了80點 你一口就賺了1萬6 這是在指數的部分 有低點我就是做多 但是個股的部分怎麼做 我跟你說掌握輪動啊 掌握的個股不要去追啦 本來就不能追嘛 但問題是輪動到底在哪裡 好 這個東西 我們在line裡面 也會跟大家做解說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到底我解的盤到底對不對 很多人說這裡要放空 但是我認為去抓輪動 到底對不對 機銷會告訴你啊 股票會告訴你答案啊 你仔細來看 上個禮拜五我怎麼跟你講 下一檔 第一檔才剛要發動的補償股 這檔會漲到月底喔 那時候我怎麼跟你說 還沒有動嘛 但是戰場景限 這檔要漲到月底 波段才剛開始發動 你前面的個股如果沒有賺到 我說那就算了 現在我們來掌握新的股票 這檔個股我們之前都公開了啦 還沒有動的股票 這檔叫威剛 漲上來之後呢 這禮拜繼續供 供完之後呢 讓你看到今天再創新高 有沒有 指數沒有動啊 對啊 我們看的盤都一樣啊 那指數沒有動你去放空嘛 那有沒有績效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做多 我把績效帶給你看 我代會員就這麼做 低檔買 再創新高 現在16% 是不是賺得到 沒有叫你去追嘛 好 再舉例來看 我上個禮拜三開始 我跟你說 法人的口袋名單 這樣我公佈了叫立基啦 周縣上面是大底嘛 然後我記得在4月19號 我來跟你講 趕快喔 趕快要動了要動了 周縣已經跟長紅了 對不對 好 那結果咧 動上來了嘛 動上來之後呢 你再仔細來看 漲了多少 到今天還在創破斷性高 17%了嘛 你說老師要排沒有動 排沒有動趕快去放空 好 我說我不知道你放空有沒有賺到錢 但是我跟你說空單如何養套殺嘛 現在還沒有到殺的階段 現在養跟套的階段 後面會有一個殺的階段 你不要到最後呢 你被養住空單了 結果又被套住空單了 你一直不甘願 到最後呢被殺的話 那個整個嘎工的氣勢會很強 因為空單從40萬口 40萬張增加到快70萬張 如果這個盤不漲 空單一定又再增加 一定又再增加 你越增加越不跌的話 如果說美國股市再創新高 投資本你就注意喔 怎麼樣養套殺 這個重點內容我剛說過啦 我把它放在首頁裡面 你去看 那當然這地方你不知道該怎麼做嘛 到底做都對 做空對 我說績效會告訴你嘛 所以很多人跟你講空的 拿不出成果出來 每天就是拿那個 今天盤最弱的股票 可是我的做法是會員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你看補漲型的個股 低檔買完 今天立即已經讓你看到17% 微剛低檔買完 到今天又創新高16% 這波輪動型的個股 之前跟你講的台加速 有沒有 周線上面低檔一起來 結果呢兩支漲停板 有沒有讓你看到18%對不對 接近到4月底 我認為4月底到5月份 會有新的一波的輪動 因為它有撐盤的效應在 那這個輪動呢 我這兩天有跟你說過了 也就是說下一檔的紅海 怎麼樣去在第一檔的個股 去找下一檔的紅海 等等仔細看喔 這一檔下一檔的紅海 在收斂三角形裡面 今天周線的紅棒已經開始出來了 已經開始出來了 外資都一直在低接在偷買 這是在整個4月底5月份 後面要準備走波段型的個股 現在我們在掌握的就是 在低檔的個股呢你不用追 當你不追的情況之下 後面又有輪動的力道 就像今天你看到了 我們的利基創新高 我們的威剛也是在創新高 我們的台加塑也都是創新高 所以呢這都是在 低檔型的個股去抓輪動 所以前面的個股如果說 你當時沒有跟上的 前面的獲利你已經看到了 現在新的另外一波的獲利 目前都在累積當中嘛對不對 一直在持續當中嘛 所以你絕對賺得到錢 可是呢你要先了解到 後面的輪動的架構到底在哪裡 當然啦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很多人還是不敢做 因為盤看不懂 那我跟他說過嘛 空單如何養套殺 有它的階段性 有它的意義在 為什麼指數不漲不跌 為什麼又開高走地 好弱 趕快空 各位養套殺 怎麼樣養套殺 這個重點內容 我們放在首頁裡面 歡迎你到首頁去觀看 觀看這邊的文章 會對你一定有幫助 千萬不要被打空了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